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说很漂亮吧,但也属于很难看的那类女孩子 工作不错,工资高,单位福利也好 正好赶上家里拆迁,我也算是个拆二代了 然而,就算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也依旧难逃感情不顺这一关 初恋男友在我们销炼八年之后劈腿了 眼看着快三十岁了 对于我的婚姻大事,妈妈每天在耳边念经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 认识了夫君 因为有同学托弟,我对夫君格外信任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也确实不想在他恋爱了 所以,在认识没多久之后 就在他的软磨硬泡下结婚了 夫君家境一般 父亲早年因为癌症去世了 他们姐弟三个 都是他妈妈拉扯大的 夫君也出席考上了重点大学 这一度是他妈妈和两个姐姐的骄傲 我比夫君大三岁 这一点一度让夫君妈妈不满 但是好在夫君很坚持 加上我各方面条件确实不错 而且,我和夫君婚房的房款 一大半都是我父母出的 所以他妈妈即便不怎么乐意 也还能过得去 婚后两年,我怀孕了 生了个女儿 这天单位比较闲 我趁着没人找我的空档 溜回家看孩子 正当我走到门口打算开门时 听到一个女人在说话 许楠楠是脑子有毛病吧 一个月挣多少钱 用这么贵的口红 她配吗 也不看看她长那样 我这傻弟弟咋这么傻呢 也不管管她 原来是大姑姐 我心里愤怒地想着 你弟弟哪管得了她 不给买就给我们甩脸子 婆婆天有加醋地说道 就在这时,我开门进去了 二人看着我进去了 脸色很不自然 但也转瞬即逝 变脸后的大姑姐 立马笑脸相迎 说道 哎呀,楠楠 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早知道今天你能这么早回来 就约你去逛个街了 刚要发作脾气的我 被她这番操作恶心到了 我冷冷地说 回来一会儿了 话必 便进屋去看孩子了 进屋去看到宝宝在睡觉 就默默地躺在宝宝身边 想睡却睡不着 脑子里一直都是大姑姐 跟婆婆的对话 我实在想不起来 我是什么时候得罪他们 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和大姑姐的关系还挺好的 还没结婚那会儿 但凡有好吃的好玩的 她都会叫上我 我一度觉得 她就是我的亲姐姐 但是今天的话 像一颗闷雷砸到我的胸口 压得我喘不够气来 晚上老公回来 我给她说起了今天的事情 老公的反应让我更加郁闷 她说 肯定是我听错了 她妈妈和姐姐 都是掏心掏肺对我好 一定不会那么说我 肯定是我最近晚上没睡好 听差了 此时的我更加猛了 合着在这个家里 就我一个外人了 她的姐姐妈妈 都在掏心掏肺地对我 难道我是那种 无理取闹的人吗 我对父君有点失望了 但也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 撕破脸对谁也不好 不过自那之后 我心里已经有了芥蒂了 日子依旧不淡不甜地过着 可是我不找麻烦 麻烦却偏偏找我 令我震惊的是还在后面 那天中午吃饭时 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当时我正好在给宝宝喂饭 就把手机开了免提 大姑姐因为离我家比较近 有时候婆婆觉得她辛苦 便叫她来家里吃饭 南南啊 咱家的安置房下来了 你爸爸今天去拿钥匙 一共三套 一套给你 我妈自顾自开心地说着 因为早前那件事 我多多少少对婆婆和大姑姐 还是有点戒备之心的 听到我妈那么说 我就借口说我在给宝宝喂饭 不太方便 晚点跟他们通话 婆婆和姑姐相视对视了一眼 挂了电话 我就当没什么大事一样 继续给宝宝喂饭 但是我还是准备 晚点去我妈那一趟 晚上和完宝宝之后 我就像往常一样准备睡觉了 这时老公凑了过来 她像刚结婚那样 从背后抱住了我 我很敏感地躲了躲 细算起来 自从孩子出生之后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孩子身上 除了自己的父母 没有人关注我怎么样 说我是心中有怨气也好 说我跟孩子吃醋也罢 反正我对她的这个动作 确实有点抗拒 夫君明显感觉到我的抗拒 她又往前挪了挪 试图把我完全禁锢在她怀里 她轻轻地凑近我说 老婆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一定没好事 我挣脱她的怀抱 王宝宝这边靠了靠 对她说 别开口 你还是我老公 其实 我这算多多少少 对她和大姑姐 以及婆婆的偏袒 一丝丝报复心理吧 夫君见我这么抗拒 信心地缩了缩头 说道 老婆 你怎么了 我只是想 她没有把话说完 算了 先不说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吧 说完 她拉了她被子 转过身去 对我来说 这又是一个不眠夜 日子转眼差不多 又过了一个月吧 这天晚上 大姑姐哭着来到我家 按照她的说法 是姐夫不知为什么 最近迷上了赌博 把家里的房子和存款都输了 她和宝宝无家可贵了 看她哭得梨花带雨的 还当真让人同情呢 我也安慰到 姐 你先别哭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有没有问一下姐夫 后面怎么办呢 那个杀千刀的 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根本管不到我和孩子 她说要和我离婚 大姑姐哭得越发凶了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怎么接她的话 就没再说什么 大姑姐和孩子 便顺理成章地 在我家住下了 一转眼 大姑姐和她孩子 在我家住了快二十多天了 见他们没有任何动静 我有点坐不住了 就去找夫君问问啥情况 老公 姐和孩子什么时候走啊 他们这常住在咱们家 也不是回事啊 我问道 去哪啊 夫君略带怒气地说 她一个离婚妇女 还带着孩子 你让他们去哪啊 本来她家就是房子就小 这下还都被输了 让他们去睡大街嘛 我有点生气了 去哪儿也不能长时间 住在我们家呀 我们家又不是收容所 他们可以去租房啊 这住在一起 大家都不习惯 我顶撞道 我看他们这意思 是以后要在这里常住了 常住怎么了 这是我的家 我姐也是我的家人 怎么你就容不下她 这是我和夫君 从认识到结婚以来 她第一次说这么狠的话 我也从来没想到 有一天 我会和她发生这样的对话 我冷笑了几声 你的家 夫君 你既也没出错吧 这个房子 是我爸妈出的70%的房款 你家出的30% 给我们买的婚房 这一转身 怎么就变成你的家了 夫君一时 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 见我真的生气了 她立马给我道歉 老婆 对不起 我就是太心疼我姐了 一时糊涂 你别生气 而此时的我 竟然没有意思 想和她继续说下去的欲望 此后的几天里 夫君一直小心翼翼 生怕我不开心 变着法的让我高兴 我好像也产生了错觉 夫君又变成结婚前那个她 啥事都把我放在心肩上 我慢慢放下 对她的成见 气也消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好的伤疤忘了痛 这天下班回家 我意外发现 大姑姐和孩子都走了 行李也没了 我还暗暗高兴呢 夫君终是把我放在心上 还挺重视我的意见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 坐在餐桌上的夫君和婆婆 当时谁也没有提起 大姑姐走了的事 我边吃饭边问道 老公 姐和孩子今天啥时候走的 他们的住处找好了吗 怎么没吃晚饭就走了呢 听夫君说你不太高兴 你姐和孩子出去租房住了 婆婆率先开口说道 这话说的也是非常有水平了 一时间让我觉得我把人逼走的 让我不知怎么接话 我瞪了夫君一眼 他却一句话也没说 很明显 他的沉默 就是默认了婆婆的说法 不过我觉得无所谓了 问题解决了就行 就不冷不淡地回了一句 挺好的 不管他们怎么想 我不想大家住在一起 即便当个恶人也无所谓了 随他们怎么想吧 千房万房 家贼男房 我们单位在19年时 给员工每个人 分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 我装修好了之后 一直放着 没有住 也没有租出去 要是在夫君那也放了一把 这天下午 我趁着外出办事的空档 打算把单位的一些 不太用的东西 放到那个房子里 一开门吓了我一跳 大姑姐和姐夫 已经孩子三人 竟然在我这个房子里 他们一点也不尴尬 见我来了之后 说道 男的来了 快坐 你们怎么在这里 你跟姐夫 我真的要被气晕了 夫君说 把这房子给我们住了 我和你姐夫又复婚了 现在我们的房子没了 只能住这儿了 你妈那儿不是 又给了你一套房子吗 这都是你跟夫君的 婚后财产 她也有权分配 大姑姐理所当然地说着 反正你们那么多房子 也住不过来 况且 咱们关系那么亲 住一套怎么了 楠楠 你不会那么小气吧 她的雷人语露继续说着 真是气死人不偿命 我小气 婚后财产 有权分配 我真是呵呵了 我立马给夫君打电话 叫他过来 夫君没想到 这么快就被我发现了 他一直觉得 我对这套房子 是没什么关注过的 他觉得 最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只是房门的锁 还没来得及换 夫君很快就过来了 此时的他 已经全然没有之前 对我的小心翼翼了 见到我之后 他直接说 楠楠 这房子我决定 给我解住了 你也别找我事了 要好好过日子 咱们就好好过 不好好过 咱们就离婚 当初跟你结婚 我也是看中了 跟你结婚 我不用费劲 把他买房子 不然 谁愿意娶个姐姐呀 这房子 加上你妈给你的那套 都是咱们的婚后财产 我也就不跟你细算了 如果离婚的话 我就要这套了 咱们的婚房 你想住的话就住 不想住 你也可以搬去你妈那儿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我的老公 夫君说出来的话 我从来都不知道 他的脸皮竟然这么厚 我算是彻底看清 他的真面目 我说 你脑子注水了吗 你懂不懂 什么叫做婚后财产 既然话都说到 这份上 那我来跟你科普一下 首先 我单位分的房子 只有居住权 没有买卖权 产权在单位 你没有任何权利 去跟我分财产 其次 我妈给我的房子 恰好忘了告诉你 我前几天 刚跟我妈去做了工程 这房子 属于一赠财产 如果有一天 我跟你的婚姻出现问题 离婚了 我父母有权收回 他们赠予的财产 这下换成父君傻眼了 即便他后来跪下 给我认错 我也无动于衷 这副嘴脸 尾尸把我恶心到了 我对这个人 也彻底死心了 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请你们立马 从我房子搬出去 还有 夫君 离婚吧 说完 我头也没回就走了 有人说 我离婚离得太草率了 没有给老公 任何弥补的机会 况且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然而 对我来说 我最赞同的四个字 莫过于及时止损 我已经看清楚 他们家人的真面目了 大姑子和他老公 离婚的真相 是要骗我的房 而我的老公 却是帮凶 甚至还直接说出 侮辱我 便要离婚的话 婆婆话里话外 也是我的不对 我有什么理由 和这一家人 生活在一起 我有房 有钱 有事业 不怕养不起孩子 我也不想 所谓的为了孩子 委屈我自己 我也害怕 孩子在一个 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下长大 他的三观出现问题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一个正常的家庭 家人之间 也一定会有界限感 关系太远了 难免生疏 关系近了 难免伤害 大家还是保持在 一个安全的距离上最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